用這個高度來看 可是有些女生就是說 要當人家小三 她就是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有時候我告訴你 控制得已不表示是什麼事情 只是控制得已 對啊 就是這件事你守得住忍得住 可是忍得住也不表示後面就會走得順 忍不住也不表示會走得不順 你看我們這個歷史就是這樣子 那我的建議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從一個 不要論對錯的角度 來看他們三個怎樣錄 選擇對他們最好 我覺得這個角度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會更好 對三十幾年前的 照我印象中記憶中的林岳雲對不對 她拍台語劇 有的是從這個 我記得大概是晚上六七點的 那時候的台語劇 很清 七點 七點左右 她都是女主角 那其中有一個 我還記得她是演一個姊姊 然後帶著幾個未成年的那個 妹妹跟弟弟 然後不斷的這樣子奮鬥的故事 那姊姊怎麼能水到這種程度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她演的角色都是什麼 溫柔體貼 然後呢 傳統的台灣女人 可是她又很漂亮 那時候你才幾歲你會看過嗎 我五十萬 我五十萬 我沒什麼 我怎麼看不到 我第一場戀愛 我談國中就開始談戀愛了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 你為什麼笑成這樣 看得出來 我跟你講 林岳雲在那個時候 剛剛其實洪怡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依她的姿色條件 她是不需要當小三的 我跟你講坦白的 很多人嚇了嚇死了對不對 那也不能說拜老天爺 但是有一些 所以跟著感覺走嘛 那些可以... 可以給她那種所謂社會的... 我問你嘛 美人 她沒有感覺嘛 我問你美人 我問你美人嘛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很多的女明星長得那麼漂亮 要委屈地去當那些有錢企業家的小三呢 有些還生了兒子 生了女兒 生了什麼 還不是被掃地出門 為什麼啦 因為以她的條件也是很漂亮啊 所以我贊成許常德說的 第一秒鐘可能是電動而已對不對 第二秒就天雷高動地火 無法解釋 還有就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必須替大老婆講話 不然等於就無恩保就不要幫我贏了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一定要替大老婆講話 可是愛情... 你做節目不能有私心 只問你老婆 沒錯 所以我現在很公正的講 愛情是盲目的 愛情不是用道德說 你通姓真正這樣不行 你法律道德說你這樣不行 我們規定你就是只能有一個老婆 不是的 愛情是很恐怖的東西 它來的時候就是來了很可怕的 我覺得他們三個人都做了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都是很任性的 比如說 我就選擇我不跟你離婚 我要跟你撐到底 一個是 我不管社會怎麼冒 我要做小三 那一個是說 反正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選擇我要做了 我兩邊都顧 兼顧 我看到另外一個現象 比較吊詭就是 千萬別讓你的男人 隨便跟女孩子打麻將 你知道很多火花 你怎麼穿得不可以啊 你知道打麻將有多少 多少火花是打麻將戳出來 你說打麻將以外都可以嗎 我先跳離... 我先跳離... 因為麻將下面 腳也可以拿來拿去啦 我還記不記得當初戲子 有個好恐怖的殺人案 殺妻案 而且邊殺妻還邊打手機 跟他的小三講說 我現在要殺人 他怎麼跟那小三認識 同社區鄰居 其實鄰居八竿子 有時候也不一定遇得到 打麻將 打麻將呢 一開始呢 可能也許不熟 接下來就開始聊天講八卦 再來呢 手會搓手 手搓手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 大家會在護白嘛 護白就算了 張大哥 後來那個小三來打麻將的時候 衣服是透明 就是半透明蕾絲那種衣服 那...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裡頭就是說 這個... 這樣變得轉心不... 他不是要干擾你打麻將啊 剛剛兩位又講 林岳雲是女神級的人物了 甚至比女神還神 那你這樣的人去跟這個... 邱家雄打麻將 我認為當然這個危險度是極高的 那... 我自己家族裡頭有一對這個夫妻 所以我知道他的想法 因為他親口告訴我 就是... 回應剛剛徐老師講的 你說長扮青燈怎麼樣 那也是自己選擇或什麼 那為什麼不離婚 也許他有他的想法 傳統也好 或者是他不甘願 不離婚其實有很多種理由啦 我相信... 我相信... 蔡衛照女士在認識邱家雄先生的時候 一定也是... 波斯埃尼德 我埃尼到底 生平低下... 第一次放下矜持 對嘛 徐老師寫歌詞 他現在是死了都要愛 對 現在嘛 那當初一定是有這樣的一股衝動 所以就回到這個志偉講的什麼 學歷也不要什麼的 家裡反對也不要 可是... 在過了28年的一個 幸福快樂的生活之後 這個時候 瑞德哥講的陳曉晴出現了 就是... 我不覺得整28年都是幸福快樂 OK 好 當然... 是啊... 真的哪有那麼容易 我告訴你我以前常常跟他講 我講這個 就是以前我常勸家都說 譬如說我老公有小三了 然後我很痛苦怎麼辦 我說你就祝他們天長地久 然後他們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因為願望通常都不會實現 等一下...換我來那個 剛剛每人... 對不起...我講完了 我待會兒保證 對不起... 我待會兒保證 對不起 剛剛講到那個... 你不相信他28年都是幸福快樂的對不對 未必 你們不了解男人 男人可以跟一個女人 幸福快樂28年 他也可以跟另外一個女人 幸福快樂另外28年 幸福快樂是堅固了 是堅固了 重疊幾個都可以 你知道嗎 這就是男人 這麼有體力 那就是男人嘛 沒有不一定有做什麼 好啦 堅固不一定有做什麼 那結果呢... 我都還記得我剛剛講什麼 也許他不甘願也好 或者是傳統也好 或者是他覺得28年 他已經覺得死生無憾了 也許... 他不離婚 那我回到我跟我家族 這對夫妻 他也是 本來一開始都過得幸福快樂日子 當初這個先生 追這個太太的時候 這太太是當地... 就是他們當地那個... 那個區域 社居之花 對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呢 那先生為了追她 那時候襯衫 本來從來都不燙不修蝙蝠 還要特別燙三條線 然後故意走到她面前 然後怎樣怎樣 好啦 我們一娶到這個美女 過得幸福快樂日子 一樣 拜在麻將 那時候啊 這個... 這位太太呢 就把她自己的好姐妹 找回來常常打麻將 那有時候呢 打一打她去煮飯 就叫先生代打 那先生打一打呢 就跟這個... 好姐妹呢 就開始看對眼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裡頭有一段插曲 就是... 這個原配常常啊 在跟先生吵架之後 他就會把這個姐妹 叫過來跟他訴苦 或者叫他主持公道 訴苦就有一種來說 我跟你講啊 我先生這個啊 其實真的是 他哪邊地方很討厭 不過他也有他可愛的地方啦 比方說呢 他常常會... 他先生很會吹那小號 吹小號給我聽 我看到他吹小號的英姿 我就... 我覺得他好帥這樣 所以這個姐妹才知道 他先生很喜歡吹小號 然後呢 有一些缺點 可能就是比方說上廁所呢 不會衝 了解囉 非常了解囉 這是很嚴重的解釋 非常了解囉 對 然後呢 他也很喜歡叫這姐妹 他來調停 你就來幫我們調停一下嘛 怎樣怎樣怎樣 不知不覺久了 你有沒有想過有問題 當你跟你先生吵架 你先生在受到 這麼大的一個傷害 比方說跟你吵架 心情愈足的時候 結果你去找了一個 這樣的人在他身邊 是讓他有機會可以訴苦的 再來 才不入百 我再跳回來 這素樸的對象 還不是一般的對象 他知道你先生很會吹小號 而且常吹那首歌 就是那個 某一首歌 以吻風簡 我都還記得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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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呢 什麼歌啊 然後呢 這時候再蹦出一句 其實男人嘛 哥哥 不充 是帥氣的表現 喔 什麼 這個姐妹饕 這個 程度一樣嘛 遇到同類了 他很煩耶 還故意的 這個時候怎麼這麼了解我 那有時候想想喔 這個原配 真的太不小心 好啦 壓垮如果追蹤到場 就把他找來當麻將 更增加他們的肌膚之輕 可是我要回到重點 他們後來雖然走在一塊 這個原配知道了 他也不離婚啦 但他不離婚不是因為緬懷 或什麼 也不是傳統 他就不敢玩啦 我現在如果離婚 甚至那先生說 小孩都要帶走 那原配說 我為什麼要讓他們這麼快活啊 所以他堅持不離婚 這是他的原因 但他也沒有常辦清燈 可是後來他們好勒 因為那個外遇的對象 後來他們見見蛋了之後 這個先生有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之後 我曾經問問那個先生就是說 如果能夠讓你重新再選擇的話 你當初還會出軌嗎 這位先生說 他跟我說他非常後悔當初 這個對原配做出這樣不重的行為 而且還好沒出軌 因為呢 如果他出軌 他不是已經出軌了嗎 沒有嗎 不是 還好沒有跟他走 對不起 因為呢 不然他生的那個四個小孩 都不會要他 因為原配曾經跟四個小孩講過 只要你爸爸 真的拋棄棄子的話 四個人都不准跟爸爸聯絡 中伯 他們在打麻將的時候 那個桌子下面應該很精彩 我才更精彩 對不對 鞋子脫掉那個腳趾頭 我們想像 沒有 鞋子半脫沒有脫 我覺得不應該跟小孩子講那種話 那不應該 真的很惡劣 這每個人就是 就是綁架小孩嘛 每個人休養綁架 就你自己的感情 那我把他電話給你去罵他嗎 這是犯法的 好像我群 我要難怪我每次出 新闻畫畫畫 鄧醫師 林樂宇起先是侯世宏的小三 那沒有結果 那還在這個戀情中 他又認識邱家雄 又是邱家雄的小三 這是一種什麼樣心態的反應 循環 或者說重複發生同樣的問題 其實這在心理上 個人發展上 是常常見到的事情 就是說你的課題沒有解決 他會一直回來找你 就是好像 你的課題沒有解決 對 你的課題 你的題目 你的功課 這輩子的功課 那我覺得最有興趣 可是因為這是一位個人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追溯他 就是他那時候 開始跟侯先生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個人覺得 那個也蠻典型的就是 假設是女演員跟製作人 對不對 所以在對一個很年輕的女孩子 在一種壓力很大的 這種媒體的圈子 其實演繹的圈子 是很沒有安全感的 那我們不太知道 他的背景怎麼樣 他的父母能夠幫助他多少 他本來的資源系統是多少 所以很多女孩子 在出入職場的時候 都很容易有依賴的需求的時候 如果她怎麼講 她的主管或者說她的 像說指導老師 對她出手的話 為什麼很多職場 都要有倫理來規範說 在上位的人不能對 你下面的就是比較菜鳥出手 因為這個太容易讓人家 尤其是年輕的女孩子 那當然現在對男孩子 也是一樣 可是以前女孩子 更有那種要依賴 年長男性的觀念跟習慣 所以我覺得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開端 也許很多是偶然 然後也許是一個女演員 在那個環境裡面 真的很需要保護 那這種東西很多 就像在我們的圈子裡面 很多年輕的 例如說剛進醫院 然後一直被欺負的小護士 小醫生 如果今天有一個主任 就算是已婚